大家好,我是Alex 今次和大家介紹一個影櫻花的地方 是一個新地方 近來春天很多人都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影櫻花 有部份在沙田拍攝 但今次這個新地方櫻花都蠻密集 亦都不太多人知道 而要去亦都很簡單 我們只可以搭到中風會地鐵的東� bei出口 往рет沙沜陵泥爭鎮行 接下來就去沙漠yi插車的方向 旁邊有公園 我們沿著東路公園走到公園最尾 有一個地方可以上天橋 我們在天橋走在天橋對面 然後沿著馬路 comunque也會一條連接東沖和機場島皮圍 之後便會見到 其實位置在纜車機場島站附近 其實很容易找到 由地鐵站走出來開始計算 去到拍攝點前後15分鐘都不用 到了拍攝完場 大家看看後面的畫面很密很漂亮 在路邊有一排過 亦分得很散 大家可以在不同位置拍攝 亦可以走不同位置 有不同的光源有不同的效果 現在就拍照 據說櫻花在農曆新年前一兩天 才運到香港這個地方種 現在大約是2月中 櫻花剛好開得最漂亮 至於拍攝器材方面 我覺得不用太長 一般來說200mm至3mm都可以 因為它有很近的路邊 因為附近有工程 所以種櫻花的草地 外面就為了水買 這次我用的器材 主要是用一支 Minota 250mm波波鏡 即是反射鏡 另外也帶了一支 RF 70-200mm 2.8mm鏡頭 這次為何不帶70-200mm 原因是我想大光圈一點 散景可以更美 有件事大家要留意 在拍攝櫻花的現場 是有保安在 而在機場範圍內 就不能下三腳架 所以大家就不要帶腳架去 我用這支 這支面都看250mm波波波鏡 是因為手動 而為了準確對焦 我都開了相機一個封直對焦 即是Picking 但有個巧妙 平時用Picking 我都會用紅色 即是對焦的地方出現紅色 但因為櫻花都是粉紅色 所以對不對焦 我又分別不到 但好在相機的Picking 還可以設定其中顏色 我設定了黃色 黃色跟小粉紅或紅色 分別很大 所以更清晰可以看到 哪一處是對焦 另外為了想波波波鏡 出來的影像更清晰 我將ISO設定到800左右 令到快門可以保持1000mm以上 另外鏡頭因為非原廠鏡 沒有內置防手震 所以大家可以在機身上 手動設定防手震焦距250mm 先前我其他影片都說過 手動設定防手震的效能 也不太高 有時用了反而覺得不太清晰 所以大家都可以對比一下 究竟開了防手震還是關掉 大家就猛欣賞一下 我在機場拍的櫻花作品 在此外面有關 在這地方 有時用的顏色 在這部上形中 也有在幾個匯夾 在這部下面有時用的 有時用的顏色 在這部下面有時用的顏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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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